到現在找不到他們總經理 這樣的態度都不是處理問題的態度 早上我大概就在工地要求他們指認 原則上中午我們為了安置的這個部分 要來跟他們總經理做最後的協調 那這個指認府給我回報 到現在找不到他們總經理 那剛才我們杜花集的機長也打了電話到總經理的辦公室給他的密室 他的密室也說現在找不到他們總經理 我認為這樣的態度都不是處理問題的態度 在這裡我還是要譴責 集態所有的上級的這些負責人 不敢為這個事情來負責 最嚴重的嚴格的這個譴責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來跟他聯絡 目前住戶很關心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拿一些東西 或者是可以再次回家 對於傾斜建物這一棟 基本上他們目前是還沒有辦法回來取相關的物品 最快我們也許今天下午我們會安排讓傾斜建物的25戶住戶來分批進來拿取相關的物品 第二個針對傾斜建物以外的相關住戶 所以我們已經找到在南港機三社宅總共有40戶 他們即刻可以入住建商是否會脫產規避責任 我們昨天法務局也即刻的成立了律師團 所以在昨天晚上召開了許多場的法律諮詢會議 召集住戶朋友面對面 昨天下午我也參加了一場在香樹旅館 我們總共的住分了六組 我們六位義務律師現場來跟大家討論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書面地狀假扣押 所以來確保住戶朋友的權益 在這邊要再一次的正告基態建設 此時此刻你最重要的就是負起一切的責任 出來面對把相關受災住戶的照顧及安置做好 這是你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持續的規避責任 規避問題 我想民眾不會給你任何機會 現在還夾帶何見一槍書等這樣的狀況 我想這個會引起疏忽很大的反感 現在你就是要負起一切責任 沒有第二條路